第25題如幼圖,錐形瓶內裝滿室溫的水 並各附有單孔橡皮塞及足夠長度的玻璃管 依此做了兩組AB,規格一樣 唯獨玻璃管口口徑RA小於RB 今將兩錐形瓶一同放入80度吸熱水中 見玻璃管中液體上升 則達到熱平衡時 兩者水度高度HA與HB的高度為何 我們曉得我們的管徑如果越小 那我們在長度的變化上就會越明顯 那麼就會越能夠精細的去劃分刻度 所以我們的溫度計就把管徑做得很小 讓我們的變化會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我們的玻璃管口徑RA小於RB的話 那麼它的長度的變化就會HA大於HB 第25題問我們說 則當達熱平衡時兩者水柱高度HA與HB的高低回合 我們答案選的是CHA大於HB 可能下一個小歷行的 那現在是CHA大於HB CHA大於HB